红府想 这人真是胆小鬼 只有两个对头就怕得往山里爬 我跟他扯破嘴也没用 索性骗他一片 于是红府就说 狼 奴还有本事呢 奴在那阳府学了些狐媚之术 若是驶出来 休说什么鸟见客 便是那有道的高僧 并那坐怀不乱的柳夏慧也当不得 连那天烟的男人见了时 也瞪时迷倒 非一个时辰不能行转 我二人只索性入镇去 吃他娘 喝他娘 入仗睡他娘 过得这一晚 奴便不是女儿身 只是狼君的鸟婆娘 这本事就好使出来 不然呢 一则恐狼君吃醋 二则奴 羞羞答答的 三则 奴着黄花闺女 使魅术迷人 虚坏了名声 不好做人也 李静听了半信不信 红府 你别吹牛啊 这是玩命的事 你要是没把握 到时候收拾不下来 后悔也来不及 奴的不是性命 阿门只管下山去 慢着 我还不敢全信你的 咱们好好化妆 傍晚时再进阵 最好是偷渡 你这魅术我也没见过 能不用最好是别用了 李静和红府在黄昏时进阵 找一间不大不小的客栈住下 开了房间之后 叫一桌酒到房里去吃 两人海餐一阵 吃饱了饭 李静说 看来是我太小心了 这河北镇原来这么大 大大小小几十处客栈 又没摘墙 四面八方全是路 这来来往往的商客又多 就算有几个阳素的人 也把不住 不过咱们还是要小心 明天天不亮 就算高凉地里去 进了山就好了 红府暗笑李静胆小 他说 狼 去问小二 讨那芋桶与芋汤来 奴先伺候狼洗芋了 奴便洗芋 李静洗完了澡 坐在椅子上乘凉 红府说 凡郎君门外稍候 奴要洗澡 让我出去干什么呀 你害羞 奴却不害羞也 只是奴的身子却鸟脏 不便被狼这等看去 却留下不好的印象 待奴洗净了 狼来看吗 呗 我告诉你 别老鸟鸟的 不好听 狼雀 羞鸟担心 奴在江湖上行走 做些好语 日后去家度日时 自然不说这等鸟语言 狼雀快走 奴身上养煞了 李静就到柜上去 藏在阴影里和掌柜聊天 眼睛看着半明半暗的街上 等了一会儿 看见一条汉子走过 脑袋像波浪鼓一样 晃来晃去 这多半就是阳府的人了 李静暗笑道 这么傻找 永远也找不着 这么多客栈 这么多客 你横是不能一尖尖踹开门槛呢 要找柜上打听一个 两只眼不是一样颜色的大个 你也打听不到 老子进来时 留着墙根 一直藏在黑影里 谁也没看清我的脸 他在黑暗中 一直坐到掌灯以后 喧闹到街上安静下来 掌柜的回家了 换上一个没见过的店小二 站在柜台那 一直没有人来打听 李静放了心了 他不和店小二搭话 自己踮着脚尖 顺着黑影走回去 一进了自己的房间 立刻气也喘不过来了 原来 红服躺在凉榻上 身穿一件雪白的段子睡袍 这袍子不知是什么料子 一个折也没有 穿在身上十分的贴体 简直就分不清哪是皮肤 哪是衣料 红服那一缕长发 就如九曲黄河在身上 弯弯严严 如漆一般黑亮 又如丝一样的软 他脸上挂着梦一样的微笑 眼睛特别亮 嘴唇特别红 身上发出一股香气 真正是勾魂的味儿啊 红服见李静进来 懒懒的一笑 李郎 你关上门 小子著书至此 遇到重大困难 李静与红服在河北一夜之事 各本所在不宜 如杜光亭市 求染客传 有如下文字 行刺灵石吕舍 张氏以长发尾地 立书床前 甚简 他本或云 以下山去百余字 或是尽淫晦不可闻者 虽然唐六德所著油浆一种 雅而不虐 乐而不淫 故采用之 唐云 某年七七之夕 云游河北 宿管义 夜闻南欢 女爱之声 布绝如潮 后三十年始至 李卫公 接红服事 是西宿于事管 随 随 追忌之 又根据 李卫公 平生忌略运 世年七七 于邪内子 北奔入境 目宿 河北镇 和好之时 内子 发声如雷 摇动乌雨 于孔为 追者所闻 不待天明 而顿 不管出了什么事吧 反正那一夜 他们在河北镇 弄出了响动 漏了行踪 只得落荒逃走 另句红服自传 至其所云 于在阳府 有前婆交之约 房源之时 须发一家之怪声 如不发声 则夜叉来 时耳心肝 日夜叮咛 于牢记心中 碎不可视 至今与外子和 由不禁呼之 为同仆所向 由此可见 红服这种怪叫 正是杨素的监禁 他府中的机械跑去 一和别人好 半夜里就要发出 古怪的叫声 马上就暴露了 可想而知 李静和他逃出阵外 免不了要臭骂他 两人在庄户上 买了两匹 蹩脚牲口 一路走 李静一路 数落红服 红服也不知 自己中了杨素的计 还在抢嘴 正在闲扯 忽然听见 背后马蹄声大作 李静一回头 只见一个人骑快马 剑一样地赶上来 这是一条稍长汉子 进装快靴 头戴铁斗笠 右手握长剑 左手持将 红服也回头一看 嘴里惊叫一声 狼 祸事了 此人是杨府第一剑客 杨丽 狼怕的 多半是这个人 这次平日进来勾搭奴 奴也须于味舌 金帆赶了来 定不是好事 这却怎生是好啊 使你的魅术 你倒他 狼说的是 可带奴使术时 狼却开不得口 一剑听奴安排 若多一句口 俺二人便是死 切切不得有误 杨丽飞马前来 从他们两个身边 略去有一剑之地 又兜了回来 原来 李静和红服化妆成客商 他没看出来 他回头走到这两人面前 觉得这两个家伙有点怪 大白天 大热的天 戴着围巾还低着头 好像发了瘟一样 杨丽开口说道 客官 打听一下 可见到 嘿 原来是你们俩 不用废话了 我在前面林子里 等着你们 杨丽纵马入林 洪服又和李静说 李郎 休忘了奴的语言 杨丽问时 你只装聋作哑 金帆入鸟林去 也不知能否得生 我夫妇先问别了吧 这两个人就在大路上接吻 足足有十五分钟 过路的人都不敢看 闭了眼睛走 洪服却长叹一声 好了 我觉得再没有遗憾了 现在我精神百倍 咱们去会阳丽 洪服抱定必死的决心 纵马进了林子 李静跟在他的后面 心里糊疑不定 走到树林深处 只见杨丽坐在高坎上 玩剑碎呢 马栓在一边 洪服下马 把马栓好 走过去在杨丽面前跪下 李静也跟着跪 那杨丽扬起眉毛来 下面跪的是谁啊 无知小妹洪服 问大哥金安 算了 别扯的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奴便不知 奴只知哥哥是疼暗的 瞎扯 以前和你好过一阵子 现在 恨你恨得牙根痒痒 你是毒蛇 信誓旦旦的要和我好 又和这家伙私奔 我看着你都恶心 老子今天来 就是要把你千刀万剐 然后 我再把这李静 押回太尉府 你别想在我面前捣鬼 我的武功 抢你一百多倍 你动一动手 我就先下手 割了李静 洪服就哭了起来 大哥 妹子知罪了 你要割妹子 怎生一下得手去 只求大哥高抬贵手 放妹子与情郎逃命 妹妹日后供大哥长生牌位 你少来这套 你知道我的混名是什么吗 大哥匪号花花太岁 又称作妙手屠夫 知道就好 我就喜欢活寡人 一年总要割百八十个 你看 我把家伙全带来了 他哗哗啦啦把背上的包袱 扔在地上 一件一件的往外拿 这是铁板状 钉在地下 把你做大字拴钉 这是切副刀 专门开膛 这是一套剃肉刀 削你四肢上的肉 这勾刀割舌 勺刀蜿蜒 柳叶刀削鼻戈尔 还有这一大套 都有妙用 这里一大块松香 放在大锅里熬开 专门烫你的伤口 这样你不出血 光是疼 不到我弯心 你不断气 红服 想想你的骷髅 在血水中还喘气 那是什么劲头啊 你快给我熬松香 慢了 我就先搁礼敬给你看 红服哭着嗷松香 他还在哀求杨丽 大哥 咱们也好过 你忘了 你搂着妹妹 跳舞的时候了 妹就是做错了事 你杀了就是 这么折磨我 却太没人性了 杨丽一笑 哼 我就是没人性 人都说我是狼 人性最他妈的没用了 我欺负别人可以 谁敢欺我一点 我就让他死得惨上家惨 谁让我是天下第一剑客呢 他们要有本事来割我呀 红服忽然收了相 转眼怒瞪杨丽 足足十分钟一声妹坑 杨丽还是嬉皮笑脸 等松香冒了泡 杨丽就直起身来 笑着说 红服 你的时辰到了 伸手来抓红服 那红服却站起身来 大喝一声 你站住 别把狗爪子 往我身上伸 不就是割肉吗 拿刀来 我自己割 嘿 谢谢 你要割也成 可不行 往心窝里一捅 你要是这么干 我就收拾李静 拿出十倍的耐心来 慢慢拉 好 我告诉你 你虽然至凶至残 世上还有你下不住的人 你要有种 和我打个赌赛 姑奶奶就坐在这儿 自己割自己 任凭你说出 多么凶恶的招数 老娘我一一做到 但凡有一声讨饶 或是叫一声疼 任凭你 把李静切成肉末 但是老娘我要是做到了 你就把李静放了 你敢不敢躲 杨丽一听哈哈大笑 哈哈 那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妞 和我堵这血淋淋的勾当 我要是不答应 倒不好意思了 世上多少铁一般的硬汉 被我割到最后 都求俺快一点 得 我赌了 你发一个誓来 发就发 天在上地在下 俺花花太岁与红福赌赛 输了不认 日后万箭穿身 你动手吧 红福把那几十把 明晃晃的刀拿过去 插在前面 双肩一晃 全身的衣服都退到了膝下 以下的事 各家记载不一 有云删去者 有市进委会者 李卫公自述云 某与妻逃出河北镇 为杨丽所获 某妻挺身而出 云将割肉已属某 杨许之 妻乃解一世之曰 割何处 杨云自割其辱 于其无难色 将割于旧之 时隔三十余年 于每一集 忧不尽流涕也 红福事 怀旧诗十八首 第七诗续云 世年下 逃难荒郊 为凶徒所获 比令某自割 甚无状 信赖魏公旧之 至今一集 如隔世为人 魏公代武 真天高地厚之恩也 虽干脑涂地 不足为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